如今的华语乐坛,已经被终声带歌手霸占。网上经常看到这样一种说法,华语乐坛没有未来了。但是,实际上,现如今的华语乐坛,仍有着四位歌手,他们是新声带牌面。 华语宇。2013年,华语宇参加快乐男生成功夺冠并正式出道。华语宇红得很快,因为第一张专辑就爆了,卡西莫多的礼物这张专辑,有着一首歌曲,成为了大爆款《烟火里的尘埃》。对于任何歌手来说,一张专辑,只要能够有着一首爆款歌曲,便已经足够了。 此后的华语宇,音乐事业一帆风顺,几乎没有任何阻碍。现在的他,已经有着多首hit单曲了,《国王与乞丐》,《好想爱这个世界啊》,《烟火里的尘埃》,王牌与王牌常驻让华语宇拥有了更多曝光,而且,尽管这是一档搞笑类型的综艺节目,但是,华语宇仍然有着唱歌的机会。 目前的华语宇,是新生代歌手里当之无愧的翘楚,唱功,创作能力俱佳。如果说还欠缺什么,或许就是发专辑的速度,仍然还是慢了一些。 邓紫棋,最有希望,并且也是最有可能在未来称霸华语乐坛的歌手,邓紫棋。为什么我会这样说?各位看看邓紫棋拥有的heat单曲就明白了,光年之外,泡沫,喜欢你,倒数,AIMY,来自天堂的魔鬼。而且,邓紫棋还是自己唱,自己写。 这样的歌手,根本不缺资源,只要自己的创作能力不下降,那么未来只会越来越好。 从目前邓紫棋发布的专辑来看,并没有发现他已经写不出歌曲来了。 另一个优势,邓紫棋发布专辑的速度是远超大多数同级别的新生代歌手的。 当然,也得承认,这一代新生代歌手有点拉胯,换成是千禧年竞争时期,如果不能一年一专,或许你就已经落后了。 各位可以期待一下邓紫棋新专辑。 这张专辑与他而言尤为重要,在这个时间点,可以说是决定他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地位的专辑。 梁博,我本来很犹豫,到底是写梁博还是毛不易合适。 后来综合判定了一下,主观上还是觉得梁博更胜一筹。 梁博有一个致命缺点,发歌速度太慢了。 但是他有一个优点,我是唱作人以及歌手舞台上发布的新歌都或多或少成为了爆款,每一首歌曲的数据都不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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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�